天气转凉了 谁来关心流浪狗它们的安全呢 高雄市流浪动物协会现在直击高雄县一处隐身在牧原旁的猫犬繁殖场 意外就发现了养殖场的环境非常的脏乱恶臭 连年的狗都营养不良 个个都受骨如柴的 而更夸张的是 很多名犬因为卖不出去 被活活饿死 有的狗就被挑起在路边 身上是满布了苍蝇 有的甚至是被丢进了水沟里 真的惨不忍 高雄市流浪动物协会此集繁殖场 里面环境脏乱不堪 不时发出恶臭 有些狗都被活活饿死 这次它就已经烂到 烂到那个什么狗就已经不认得了 它已经烂到死了 剩下毛跟骨头 它真的很夸张 它就一直摆在这边 我们上个礼拜来的时候 它就在这边了 卖不出去的狗活活被饿死 有的横尸街头 身上布满了苍蝇 有的小行犬死后被丢进水沟里 发出阵阵恶臭 惨不忍睹 繁殖场里面饲养的狗 不发一些名犬 但个个骨兽如柴 恶到只剩皮包骨 高雄市流浪动物协会连续两天 直集繁殖场 发现还有人在喂食 但都是选择性 卖不出去的狗 就面临凌迟处死的厄运 希望有关单位能出面阻止 把生命当摇钱树的恶行 中年新闻 季博士 张玉昕 高雄报道